昨天由杨阳 李峰导人主演的季播剧《盗墓笔记》是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 虽然说这只是一场简单的发布活动 但是完全可以用盛大来形容 因为现场几乎被所有的粉丝给包围了 那就在主持人觉得有点难以控制局面的时候 李峰同学一个小小的举动就立刻解决了问题 一向帅气有形的李峰 今天几没弄眼这是在做什么 原来由于人气太高 李峰的粉丝占满了发布会现场 无论主持人怎么说台下都是一片欢呼声 眼看着秩序难以维持 李峰只好亲自出马 那么这效果如何呢 斗步 尾登 r the 正如请大家 对 按赖请进度的时间 好 我们现在 谁 我们好笑话 我喊了很久 我都没有人理我 我因为迟到 黑鸡的问题 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我是说给记者朋友 李峰的一个手势 就能把现场一条粉丝指挥到这种地步 也真的醉了 而粉丝们的高度配合 不光是只把掌声留给自家人 更是在李峰的指定下 为现场每位演员鼓掌叫好 一 二 三 龙虫 磨难 毕丽在目的 在荧幕上的李峰帅气潇洒 拥有大批粉丝 在其过程中更是充满男子汉气概 可没想到生活中的李峰 却是个男小鬼 发布会上的一个游戏环节 彻底让他露了切 一定不害怕 很好笑吗 来 我们看一下 他究竟是神 放 好辛苦啊 拥抱点评 万能的粉丝群 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李峰 练练担量呢 我会有一个游戏环节 我会有一个游戏环节